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凌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11月13號 年底九合一的大選 只剩下關鍵的倒數16天 那最緊繃的台北市的選情 這個雙文之間能然是呈現拉鋸 而且連順文在民調的部分 能然相對落後 而我手上的一周刊 昨天封面故事追蹤了 這個小年夫妻放不下 蔡依山放不下加拿大籍 而連順文放不下地保豪宅 結果媒體一追 到底放棄加拿大籍 選前有沒有可能完成 還是拖了超過半年 這背後其實有著 這個算計當中的假動作 然後蔡依山如果割捨不了 楓葉卡真的會影響選情嗎 我們再看 因為選情 尤其是連順文的選情 非常激烈 媒體也追蹤了 到底連順文的基本盤 為什麼會崩盤 崩盤過後的藍寧 何去何從 過去我們再看到台灣社會 雙重國籍 實際上對於政治的參選人的殺傷力 是很大的 你慶安的政治生命 就終結在雙重國籍上面 那馬英九過去幾年 備受質疑的也是 到底有沒有綠卡 不過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是 蔡依山是連順文的太太 這個配偶如果有外籍 真的會影響到選戰跟選情嗎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紀國動委員 林觀音相親大家好 好 再來郭忠祥同學 大家好 好 鄭忠祺同學 大家好 好 蔡神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好 再來是創下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好 蔡依山的楓葉卡是確定有的 不過呢 連順文的陣營說 他們4月份已經委託律師 然後申請整個放棄加拿大的 國籍的流程 流程走到現在超過半年了 那為什麼半年走不下來呢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連順文最強助選員 妻子蔡依山 現在卻捲入加拿大國籍風暴 雖然說4月23號早已放棄 卻沒面試也沒親自辦理 讓外界質疑根本無心放棄 最重要的是我太太已經決定 要放棄這樣子的一個 她所擁有的這個 14歲開始就擁有的這樣子的 一個外國護照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那已經承諾 而且也已經去做了 那我想不管怎麼樣選舉 如果大家對我有什麼不滿 有什麼批評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希望不要再攻擊我的家人 有還是沒有 簡單一句話就是講不出來 根據加拿大官網顯示 過程中可以放棄申請 等到選完後悔都還來得及 尤其第一關面試就是表達意願 半年還沒面試實在不合常理 如果沒有稅務上的問題 或者是刑事案件的問題 當場就可以放棄 沒有辦法代理 這個公民的權利的給予 是很很慎重的 是不可能用代理來放棄 他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放棄 但他為了我去放棄他自己的事物 他為了我必須做很多 他本來不想做的事情 或是不希望不需要做的事情 蔡依山家族財產多審查時間拉長也情有可原 但連第一關面試都還沒開始 實在不像是最強調掌握數字跟進度的連聖文風格 記者綜合報導 黃晴昨天一週刊封面故事追蹤了小年夫妻放不下 那放不下什麼 加拿大籍的蔡依山放不下的是 加拿大籍將來的一切 然後連聖文又被跟拍跟到這個地堡 而且是多次跟到 所以恐怕是放不下地堡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不違法的 因為包含蔡依山她本人不是參選人 可是她影響的到底對選情的影響可能有多大 對我說實在這個世界完全是連家的選擇 連家的價值觀 是因為一週刊是這一期才出刊 可是連家4月23號就提出放棄的申請 而且在初選過後 在此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 蔡依山她14歲的時候 就在加拿大有取得公民的這個過程 那尤其她兩個孩子 也理當就是說是屬於加拿大的國籍 那為什麼說是連家的選擇 因為從參選到要不要申請放棄 這全部都是4月份的時候 連家就做出的決定 縱使配偶在法律上 如果是外國籍並不違法 而且這個跟馬英九不一樣 是因為馬英九當初綠卡封目是她 總統參選人自己 但是這一次不是連聖文 所以在連家他們選擇 申請放棄這個過程當中 這顯然是他們的一個危機處理 可是處理到現在 她在申請的這樣一個效期上面 事實上已經過了6個月的 這樣一個申請效期 那我慢慢來講 這是昨天網友他們所提供的 而這個網友非常特殊 就是先前提供給我相當多 有關連家在海外的房產的 這樣的一個資訊者 她提告 而且這是一個 加拿大的官方網站 所取得的一個流程 就是說她必須要符合這三個要件 直到最後她要繳出所有的 申請的這個文件 然後另外這邊很明顯提到說 要6個月效期 這個是6個月效期屬於一般送件 但是它還有另外一個可行性 就是緊急送件 按照連勝文選情 他們如果評估是有商選情的話 他們應該是緊急送件 我迅速完成這樣一個流程 然後我現在縱使一週刊 5月就想報導 然後選擇在選前 兩個禮拜報導 我也可以應戰 我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4月就申請 而且我們完成程序了 但是呢 以目前來講 蔡英山過了6個月效期 因為4月23號到10月23號 就已經是期滿了 到現在11月13號了 還沒有完成申請代表什麼 蔡英山可能有一些程序並沒有走完 這個是還非常冗長的 一個申請表格的一個填寫 你看這麼多 這個也是網友提供的 加拿大一般性的走流程的 走流程你看喔 基本的表格 因為英文說實來 對我們讀取非常困難 我也昨天用筆談的方式 叫他迅速的告訴我幾個要點 需不需要本人 說從這個表格上面 是不一定要本人 他可以委託申請 他只要繳費就好 但是他必須sign 他必須要提出理由 好 這些都是這個所謂的 要填寫的表格 對 那應該是某一項 它上面會有他sign 他簽名 因為畢竟是本人的事情 對 然後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這個 所謂的第五項裡面有一個 這是劉先生所提出的質疑 就是說第五項他填的是台灣 或ROC 到底是證明又是哪個單位核發的 就他可能證明他的身分的時候 到底是誰核發單位 對 那這個我們如果連結下一張 大家都知道我們講什麼 其實ROC跟台灣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 對 那在這個部分 所有的這個網站選取 是這個網站 就是說你整個要申請成為一個 加拿大公民 或是說你放棄 你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你可以上網來申請 可以上網 然後就是說 你看他分這個放棄的 一般申請跟疾見 對 顯然從他的過程上 他採取一般申請 他並沒有採取緊急這個申請 那如果他採取疾見的話 那必須要陳述他為什麼採取疾見 對 那為了選舉 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 是 那這個理由應該是由 是競選總部出去證明呢 是總幹事出去證明呢 還是連勝文自己出去證明 就說我到底因為什麼理由 那這個理由是非常的必要的 因為我們台灣討論選情 對 必須要有連加的這個看法 價值觀跟說法 那這個部分就是一個關鍵了 就是說 這一次爆料 聽說是一周刊陳述 是由一位地勤人員 在蔡醫生 他出境的時候 發現他是黑色護照 黑色護照不是我們中華民國 那個所謂藍綠色的 綠色的那個護照 他持的是加拿大護照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出境是用加拿大人的身份 你入境也要用加拿大人的身份 沒錯 那就等於說你長期在我們台灣 你是用加拿大人的身份 在我們台灣 所謂入境之後的拘留 那這個也不必用非常嚴格的標準 意思就是說 你也有雙重國際 你有中華民國國際 其實是並存的 但是他出入境 為什麼不持中華民國護照 顯然就是說加拿大人的護照 外國護照 對他來講是常用 比較方便的 好 那所有的這些零零種種 如果連勝文這麼堅決的 為了選戰 他必須要做處理 他們事實上也做出這個動作了 那應該用緊急申請 現在採取一般申請 也過了剛剛我們陳述的 這個六個月效期 那就顯然就是說 連加這個處理 會給外界一個疑慮 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要放棄 是不是想拖過這個選舉 就好比初選的時候 跟丁守中 他們在開戰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問題了 對 他並沒有在初選的時候 去提出這樣的選 而且初選後 他獲得勝選了以後 他才提出申請 所以就變成說 一觀 觀望 先做一個動作 然後再觀望 再做後續的動作 這樣會讓人家覺得是說 沒有背水一戰 OK 沒有背水一戰 至少沒有背水一戰 那如果真的要由眾問我 我認為 就是說在法律上 絕對不是問題 對 在我的價值觀念裡面 我也認為說 配偶 既然法律上沒規定 那在選戰的這個所謂的 社會觀感問題 我也認為不是那麼嚴重 也不至於說 像馬英九過去 成為一個話題 而且他成為一個話題之後 馬英九最後還是勝選 這考驗台灣選民 看待我們的政治人物 以及他的配偶 用什麼樣的一個價值觀 而且通常這不一定是成為 勝選或敗選的一個必然因素 連勝文陣營 他絕對作為沙灘退院 他絕對要負面表練 因為你只有在先前負面表練 所有可能引發的負面因素 造成了你覺得負面大於正面的時候 甚至正面是零的時候 他才採取這個動作 負面表練包括什麼 畢竟有選民 對 不認同說除了你之外 你們全家都是加拿大人 三家四口至少三口四 第二個 而且選民會覺得 果然很多富貴人家 有錢人家 就是讓小孩在美國生 在加拿大生 或者是移民 或者是出國 那個是很多時候很多選民 就像12年國家為什麼會有影響 為什麼台北市的中產階級會生氣 因為台北市的中產階級 如果真的是中產階級 他之所以成為中產 他可能從小就是用功認真念書 他在職場上努力用功工作 然後他期待的是他的小孩 跟他走上至少一樣的路途 那這樣的中產階級 他雖然不會大富大貴 可是他可以藉由他的付出 他的教育 將來可能在這個社會有一個專業 或者有一個立足之地 對 沒錯 所以他們一定有横租於這些因素 譬如說他們的兩個小孩 兩個兒子 一個四歲 一個六歲 六歲馬上要到台灣的四選年齡了 他們現在做好準備要送出國 那媽媽一定跟去 那如果連勝文選上台北市長 我們的市長夫人 她長期是在國外 而且做丈夫的絕對要往返 那這樣的一個因素 我覺得不是很激烈 但是他會是一個 這個所謂技術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連勝文一直抱怨 馬英九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蛇年國教 他也必須要付出努力 提出他的政見 但是沒想到說他們自己家族 已經採取必禁 就是另辟蹊徑的一個做法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財產申報的問題 對 報稅的問題 如果陳萬水 他的兒子 宋政遠 對 他當初媽媽出錢 跟他各自一半 然後還有貸款 在海外的這個房產被 送處於1999年到2000年中間 新票案之後的五棟房子被起出來 那我也可以講 對 是不是我們檢驗當初的陳萬水 而且他是一棟換一棟 他只是剩下兩個單位 如果他在海外的財產 都要被這樣起出來 那選錢的話 我們有沒有用同樣的標準 去起出說 你們在加拿大有沒有制裁 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那再者過去的警員 剛剛您剛才講到 過去包括政務官 包括市黨籍的人物 包括這個所謂的駐外代表 包括李慶安 包括馬英九 這麼多年來你看看 馬家也是很 很明顯的 對 他自己有綠卡風波 我們沒有去查周美青 可是他至少幾個姐姐姐夫 包括他兩個女兒 都是美國人 你可以說 尺度問題你們不在乎 可是你也贏得現在 但是台灣人畢竟是在乎 我跟你講 綠營也必須要檢討 包括連勝文也要檢討 李慶安也要檢討 當你自己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們連鎮營 為什麼當初還用高道的標準 去質疑柯文哲 以及過去我主張說 黃瑞進在美國代產就好了 在美國生產就好了 當初反而是藍營比較說 像順利群那時候 有一次辯論 不是座談是坐旁邊 我們兩個主張說何必這樣 一定要他八個多月已經 快不能搭飛機了 因為有壓力的問題 一定要回來生產 而且不能讓陳水扁做外國人拿工 綠營的人士 尤其森綠的人士 他反而就是非常的施壓 所以我們台灣看到這個問題 大家看法標準不一 但是連勝文陣營既然做出抉擇 代表說他也認為這個是負面 會影響全清 可是他程序沒走完 會給人家感覺這是假動作 好光琴我們再看你那一個封面故事 你剛剛那一個封面故事 馬英九兩個女兒當年是在美國出生 所以自然而然擁有美國籍 這兩個女兒呢 北一女畢業通通送到美國念書 一般台灣的孩子北一女畢業 沒有美國籍要銜接要申請 沒有那麼容易 這中間的流程就有差 他將來讀書 他將來取得身份 很多的這一個條件也不一樣 那兩個孩子後來都沒有在台灣 完成大學教育 可是呢馬英九跟周美青 都是完成大學教育之後 後來再念碩博士才出國的 那我就講同樣的問題嘛 你在那邊玩教改 你自己的女兒沒有在台灣 做大學的教育為什麼 就十二年國教的家長 他的生氣是說 你把我們家的小孩 我們家小孩這個青春只有一次啊 從小長大的成長過程就只有一次 你們在那邊玩十二年國教的實驗 我只舉一個例子做總結 昨天有一個人PO文 有一個有家媒體PO文 PO鄧麗娟的故事 當初老鄧小鄧 他們這個在中國大陸都很風靡 有人像小鄧造成他沒有去 我要講故事不是 他在日本發展 他沒有這個入住日本 他有機會 他連坐車他都不買日本人的 他買德國的而且還手排車 他後來講一句他說 我去賺錢我快去快回 他還是要回到我們台灣 對 這塊土地上這是感受問題 對 我覺得讀了鄧麗君的故事 我會感動 但是連勝文何以自主於 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中 而且大家形容說雪上加霜 這就是做出了一個處理 但是程序又沒走完 留下了非常諸多的尾巴 他又不敢捍衛 他們心裡的那個價值說 我的配偶即使是外國籍 我的小孩是外國籍 我也可以這樣參選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我們現場